大家好,我是玲玲 上期讲到羽毛的结构和眼花 今天就来看看在不同的鸟类身上 羽毛功能的极致体现 我们先从隔热说起 先不说时尚 大家觉得在冬天会穿的外套里面 有比羽绒服更保暖的吗 从保暖程度上来看 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保暖材料 能够超过羽绒的保暖性 我觉得我真的很适合在这个时候插播一支广告 但是没有 这个就是填充在羽绒服里面的鸭绒或者是鹅绒 它其实就是鸟类身上的绒鱼 鸟类能够度过冬天全靠绒鱼 那它为什么可以保温呢 热量的传递有三种方式 热辐射,热传导和热对流 如果有一种材料可以封闭空气 阻止空气对流 那它就能够起到很好的保暖效果 里面的热量不会流失 外面的冷气也不会渗透进来 溶宇就能够做到这点 如果你放大来看的话 它有着精密复杂的能够封闭气体的微结构 可以固定大量的静止空气 是隔热性能最好的自然材料 而且羽绒越蓬松的话 它的保温效果会越好 鸟类就是可以改变自己的蓬松程度 所以冬天看起来都是一种糯米团子的样子 不过羽绒有一个弱点就是它不能沾水 它一旦沾水就会马上失去隔热能力 而且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够重新变得干燥和蓬松 所以溶宇都是在最里层 它外面会有好几层防水的正雨覆盖 不过冬天这么保暖 那夏天怎么办 鸟类要穿着羽绒服过夏天吗 鸟类是怎么散热的 虽然不能脱衣服 但是要尽可能的露 对鸟类来说 有效的散热一直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地球上没有任何一种哺乳动物 能比鸟类维持更高的新生代谢率 几乎所有的鸟类都会将自己的活动时间 安排在一天当中最凉爽的时刻 它们起飞产生的热量是停歇时的7倍 甚至是20倍 那鸟类自身的散热机制有哪些呢 首先是皮肤的裸区 虽然鸟类大部分的区域是有羽毛覆盖的 但也有一些区域是不长毛的裸区 当鸟类受热的时候 就会把羽毛抬起来 或者是移开 通过对流的空气把热量带走 第二个就是腿和脚 大部分的鸟类长期裸露在外的区域 也就是腿和脚了 欧和鹿就可以让自己腿和脚上的血流量增加20倍 这样能够迅速地将多余的热量散发到空气中 第三个就是嘴部 嘴部的血管也会释放热量 这可能也是一些炎热地区的鸟 会有那么大的嘴的原因 第四个就是喘息 鸟类有一套高效的呼吸系统 它们体内有很多气囊 大多丰富在内脏之间 加快呼吸频率意味着 有更多的空气可以进出气囊 在高效呼吸的同时也带走体内的热量 除了这些方法之外 鸟类也会竖起头部或者是背部的羽毛来散热 同样能够飞行的蝙蝠 它们裸露的翼膜 在飞行的时候能够更有效地散热 但羽毛有更出色的隔热能力 这个差别 让鸟类能够适应更寒冷的地区 它们的分布也会更广 说完保暖 我们再来看看飞行 不同的鸟类 它们的飞行会有什么样的特点 给大家看一段影片 Good girl And now It's Kenzie's turn 这三种鸟 它们的翅膀和身体的比例不同 它们拍打翅膀的频率不同 它们发出的声音也不同 鸽子就属于大身体小翅膀 它拍打翅膀的次处多 所以声音就大 而油损会有更大的翅膀 它是飞行速度最快的鸟 而猫头鹰有更大的翅膀和小的身体 它更多的是滑翔 很少拍打翅膀 所以声音很小 除了这个区别之外 猫头鹰翅膀边缘的羽毛 有这种梳子状的凸起 这种细小的绒毛可以减少空气扰流 有的飞机也是利用这种原理来减少噪音 飞行声音的大小对油损来说没有那么重要 因为它是靠高速的俯冲 重击来猎杀动物的 不过对猫头鹰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它是晚上狩猎的 无声的飞行 能够让它在靠近猎物之前 不会惊动它们 至于鸽子的话 观察鸟类的飞行 你不能只看羽毛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翅膀的形状 长度 它身体的大小 都是影响这种鸟飞行模式的因素 这也是观察鸟类的乐趣之一 因为它们都太不一样了 它们生存的地方也太不一样 以这张图为例 鸟类的翅膀可以分为被动滑翔翼 主动滑翔翼 椭圆翼和高速翼 我个人总结是翅膀比例越长 越倾向于滑翔 翅膀比例短的 就需要快速的拍打来进行主动飞行 而这些特点也是由鸟类的生活环境塑造 如果这种鸟是生活在林间 那灵活的椭圆翼会更适用 它能快起快落 而在开阔地带的中小型鸟 高速翼就能够让它们在长距离的飞行中省力不少 而在宽阔地带的上空 经常会有热气流的产生 对于大型鸟类来说 就很适合被动滑翔 尤其是食肉的猛禽 或者是食斧的秃鹫 它们不需要飞得很快 只需要在上空巡视 寻找目标 而大型的海鸟一般是这种主动滑翔翼 最后再来说一下羽毛的色彩 你永远可以相信鸟的审美 它们的配色大胆高级 非常的明艳动人 有的还有这种鳞片一般的光泽 羽毛颜色的丰富 可能是在性选择 伪装 社交 等其他功能的压力下演化的 而羽毛的橙色原理就两个 一个是色素橙色 一个是结构橙色 大多数色素橙色的羽毛颜色 是由黑色素 类葫芦色素 古灵色素决定的 色素通过选择性吸收来发挥作用 当光照射在一片带色素的羽毛上的时候 部分光谱被吸收 剩下的部分以色彩的形式 反射到我们眼睛里 而结构色往往产生的就是那种 炫目 惊艳的色泽 例如孔雀的羽毛 蜂鸟喉骨的彩虹光泽 这种颜色不是通过光的吸收 而是通过特殊的羽毛结构 让自然光发生散射而产生的 有的鸟的羽毛是这两种橙色都有 所以看起来特别的艳丽 鸟类能够看到人类无法看到的紫外光 在它们眼里 这个世界的色彩应该会更丰富一些 羽毛承载了太多的功能 它轻盈 保暖 艳丽 能够让鸟类到达 并且适应更多的地方 可以说羽毛就是鸟类的代名词 是大自然最神奇的物质之一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的话 就关注点赞和转发 前前回回继保持好奇 我们下期再见 拜